男人刚看到一个车位想要停上去 结果下一秒就被解锁先动 两人互不相让 谁知混混不仅在车上口吐芬芳 甚至还满满咧咧的拿着棒球棍朝挡风玻璃砸去 而此时他并不知道事情的严重性 车里的人是他绝对惹不起的存在 他手上的那面戒指象征着至高无上的地位 全世界仅有三枚 黑白两道都得给他面子 果不其然 混混下一秒就为他的行为付出了代价 而干掉他的正是本区帮派大佬罗素 他熟练的伤心补枪 仇荣的吩咐手下把现场处理干净 这一幕被一旁的男孩看见 浑然不知已处于目击凶暗现场的危险境地 四目相对的时候 罗素的脑海中闪过了无数决定 但他最终还是放了男孩一马 而这个决定也救了罗素自己 此后 回来的父亲赶紧把男孩拉回了家 这种场面往往会招来不可预料的麻烦 果不其然 说话间警察就找上门来 作为目击者 需要男孩去指认嫌疑人 父亲一个劲的为儿子开脱 但男孩却打断父亲的话 说自己什么都知道 出门指认时 街道两边已经站满了围观群众 他们同样不想得罪罗素 若是有人当了出头鸟 整个街道将不得安宁 但现在只能祈祷男孩不要说出真相 嫌疑人们成一排站着 在警察的带领下 男孩很顺利的否认完了前面几个 最后一个却犹豫了 他想起了父亲一直教导他 不能说谎 但不好意思 罗素是他崇拜的人 而这个答案获得了所有人的认可 不过最满意的 莫过于刚刚逃过一劫的罗素 一个帮派大佬 一个公交司机 两个不同家庭的命运 也在此刻产生了交集 父亲为人正直 他虽然在此刻认可了儿子的处理方式 但也不忘提醒 骗了警察还站在自己的儿子 他的行为在助纣为虐 只有九州的科尔自然不懂其中的道理 从那以后 罗素总会远远的和科尔打招呼 作为感谢 还给他老爸安排了一份来钱快的活 只需要每周为赌场送一张纸条 便可以得到几百美刀 不过正直的男人想都没想就拒绝了 违法的事情他不干 主要是不想跟这一帮家伙有任何牵扯 但九岁的儿子就不这么想 这天 科尔被交到了酒吧 罗素想认识一下这位很有灵性的小家伙 此时 科尔正因为明星球员输了比赛而闷闷不乐 罗素仅用了两句话就解决了他的烦恼 科尔童言无尽的问道 因为一个停车位才开枪的吗 罗素与同伴相视一笑 回答却与父亲如出一辙 从那天之后 科尔就把球服和相片都扔掉 他开始混迹于罗素的酒吧 帮客人端茶倒水 赚取一些零花钱 而酒吧的下面就是赌场 有次罗素因为输了不少 看到一旁的科尔便让他代替自己投掷 没有想到一口气赢了十一把 这可把罗素开心坏了 不禁感慨 科尔遵守老天赐予自己的福星 临走时 罗素给了科尔一些小费 还告诉科尔 这里的所有人都有绰号 你也有自己的绰号 从那边你的名字是C C 对 C 从那时开始 罗素便整天带着科尔 逢人就说这是他的孩子 而科尔也注意到了一些变化 之前他总是和小伙伴 抢夺一个老人的水果 为此他还挨了不少的骂 而现在老人的态度 却180度的转变 不仅亲切的称呼他为C 还会主动的献上自己的心意 说完老人凑到科尔耳边 让他告诉罗素 我对你非常不错就行了 科尔很喜欢这种被恭维的感觉 可当他拎着不花钱的桃子回家时 却发现父母严肃地看着他 感觉到气氛不对的科尔转身要走 却被父亲一把抓住 随后拿出了一打钱 这是帮他打扫房间时发现的 一个九岁的男孩是怎么攒下这六百美元的呢 科尔吱吱吱吱半天 才敢说是在罗素的酒吧赚小费 不行顿时活冒三丈 拉着科尔就来到了罗素的酒吧 一把把钞票甩到了桌上 罗素承认 钱是他给的 但这却是科尔的劳动所得 罗素觉得这人显然是误会什么 我从未教你儿子学坏 相反 我还告诉他要好好读书 但父亲认为 重要的不是你教了他什么 而是他学到了什么 就因为你跟我儿子说 球星米奇曼托不会借钱给我 他就把积攒多年的球星卡全给扔了 听完 罗素却开心地笑了 这孩子有前途 两个人随即爆发了激烈的争吵 走出酒吧后 父亲拉着科尔就要回家 可科尔还惦记着小费 嚷嚷地要回去找罗素 正在气头上的父亲 第一次对孩子发了火 但科尔仍不明白 说每个人都爱戴他 就像每个公交乘客都爱你一样 父亲赶紧说 这不一样 他们是害怕他 而不是爱他 等他没有了至高无上的地位 立马就会变成过街老鼠 就这样 父亲和罗素再也没有说过一句话 但科尔也没有遵从父亲的意愿 还是会偷偷地跟罗素来往 一晃八年过去 科尔也长成了带小伙 然而夹在生父和教父之间的日子并不好过 本分的司机只能买得起球队比赛的后排座 而帮派的大佬永远都在最佳位置 这时由属下过来邀请父子俩到前排去 父亲当然不肯 儿子科尔也选择留下来陪着父亲 但父亲清楚地知道 虽然他在自己身边 但心已经在前排 所以这几年担心他走入歧途的忧虑 是从来没有停止过 不过这老头显然是多虑 周围黑帮大佬并没有把科尔当作一个小混混培养 而是像对待自己的儿子一样 传授给他生活的哲学和做人的道理 虽然科尔不止一次地对罗素说 希望自己也要像他那样出人头地 受人尊敬 但罗素却说其实没有人会真正的在乎你 同时他还不止一次地告诉科尔要远离街头 那一条路只适合我 不适合你 然而从小生活在黑帮遍布的街区 科尔也难免会染上一些社会气息 他现在整日跟几个小混混混在一起 把这一句街头当作游戏 但凡有黑人开车从他们面前经过 都会当成是一种挑衅 好在科尔不那么认为 比起这一帮不省心的朋友 欠钱不还的人更让科尔恼火 这人欠了科尔20块 每次遇到他都能以各种理由推脱 科尔拿他没有办法 也只能慢慢咧咧的发泄几句 父亲上班路过 招呼科尔上车陪他再转最后一枪 父亲这些年几乎没有怎么变过 这时后座的一个女孩吸引了科尔的目光 两人眼神交汇时谁也没有多善 但可惜女孩是个黑人 他们之间并不会发生故事 把儿子送到了家门口 罗素一伙人也等在这里 父亲虽然不情愿 但儿子已经18岁 他也只能默认他俩这种关系 不过科尔没有来得及跟罗素打招呼 就看到了欠钱的家伙 他追上去想要讨债 结果这家伙却说 奶奶叫我回家吃饭了 钱的事情以后再说吧 不料却被边上的罗素看见 旁边的两个生育人 让罗素把那人揍一顿 可罗素却说 别听他们的 只有流氓才会那么做 何不换一个角度思考 你仅用20块 就排除掉了一个不成心的朋友 这比较一件 这不要太划算 罗素的话总是那么有道理 他还交给了科尔一个词语 对他来说 这是一种策略 拿他自己举例 以他现在的能力 完全可以去更好的地方安享晚年 但他却没有那么做 因为他要留在这里 让手下随时看到自己 这样手下就会有安全感 并且会更加爱戴他 同时想要搞事的对手 也会因为他的存在而畏惧 突然 外面摩托帮的人 打断了父子二人的谈心 罗素一路跟着他们来到了酒吧 原本经理并不打算接待这帮人 但罗素却来了兴致 要是正儿八经来喝酒的 那也没什么问题 谁知这一帮人非要敬酒不吃 吃罚酒 没喝两杯就开始捣乱 罗素好言相劝 也无济于事 干脆把门关上 现在谁也别想走了 这一刻 所有人的脸都变了 只有侠客太上大事了 监狱里面锻造出来的暴徒 要给这一帮混混好好上一课 没一会儿这群混混就躺在了地上 经此一试 克尔得出了一个结论 要想被人钻紧 手里就得攥着武器 于是克尔和小伙伴们 逃了一把武器 不巧的是 这一幕正好被罗素撞进 此后罗素单独的把克尔叫走 他告诉克尔要远离这些人 在罗素的教育下 当死党再次喊他一起出去干架时 克尔果断拒绝了 而更重要的是 他再次看到了那个女孩 克尔终于鼓起勇气上线搭讪 女孩名叫安妮 有过胜次的邂逅 他对克尔也有了印象 还贴心的为他整理帽子 克尔提出送女孩回家 不过越接近黑人社区 就越能感受到敌意 大老远就被黑人驱逐 克尔也只好灰溜溜的离去 回到街区 朋友们正在商量报复黑人的事 恰巧这时 有几个倒霉的骑车路过 结果可想而知 无缘无故的被死党们拦下一顿胖走 克尔不想参与其中 但同伴一直招呼他过去 毕竟跟罗素混了这么多年 克尔还是挺聪明的 他就凑上前去 告诉地上的黑人不必反抗 他只是装装样子 这时楼上的居民提醒他们 警察来了 没有想到几人仍不罢休 拎着铁桶就要干掉他们 要不是克尔阻止 怕是真要闹出人命了 罗素得知后警告克尔尽快离开 在教父的训斥下 喜欢上黑人女孩的事情 也交代了出来 但出乎意料的是 罗素并没有反对他们 得知克尔明天要去赴约 罗素还大方地借出了自己的爱车 同时还交给了克尔 一个鉴别女孩人品的小妙招 门为车门测试 约会时把车门的两边都上锁 然后用钥匙给女孩开门 接着观察女孩上车之后 会不会为你开门 如果他这样做了 便可以继续交往 可当克尔满心期待的 到达约会地点的时候 安妮却带来了一个人 原来他的哥哥 正是那一天被打的黑人之一 还把克尔当成了施暴者 克尔没忍住抱了粗口 就这样 原本甜蜜的约会变成了无谓的争吵 克尔心里糟透了 父亲大老远的就看着他垂头丧气 重要的是他还开着罗素的车子 刚回到家 父亲就推门质问 父亲生怕儿子被罗素带到沟里 但克尔坚信自己不会 眼看却说不动 父亲又像小时候那样说他 克尔摔门而去 在大县上却被罗素揪住了衣领 恶狠狠地质问他开车干嘛去了 原来他在车里发现了炸弹 幸好及时发现 不然他们全都要归西 克尔第一次感受到了恐惧 不被信任的感觉 简直比杀了他还难受 但车是自己借的 这么明显的嫌疑又如何洗脱 罗素紧握的双手渐渐松了下来 他们如父如此 从小看着他长大 又怎会忍心加害自己 克尔失魂落魄地游荡在了街上 转角又被死党拽上了车 缓过时来才发现 车里面充满了酒精的气味 此当解释 他们制作了燃烧瓶 这次非要在黑人区里面 整点大东西 克尔当时害怕极了 想不到他们居然会 丧心并狂斗这种地步 即便是跟两位父亲发生过冲突 但此刻他依然 紧记父亲们的叮嘱 父亲说过一万遍 人生最大的遗憾 莫过于浪费天赋 罗素说 欲试多动脑 三思而后行 而现在要怎么逃脱呢 前面的红灯路口 成了他唯一的希望 就在这时 车窗被敲开 是罗素在外向他招手 而就是这关键的半路拦截 救了克尔一命 回到酒吧 罗素手下说 刚刚有个黑人女孩找过克尔 克尔快步向前 追上了这样离开的安妮 原来他的哥哥 回忆起了那天冲突的更多细节 克尔确实没有参与殴打 误会解除后 两人兵事前行 想到死党正去往黑人社区搞事情 克尔拉上了安妮前去阻止 动身前还不忘 罗素胶的车门测试 而安妮也没有让他失望 然而当他赶到的时候 现场已经围满了警车和消防车 他们还是来晚一步 在这之前 死党在这里引起了混乱 不过准备离开时 一个黑人捡起了一只未烧完的燃烧瓶 准确无误地扔到了他们的车里 他们就正要领了核爆 面对眼前的惨状 克尔受不清到底是开心还是难过 但他清楚地知道 这一条命是叫附救的 克尔迫不及待地要把这件事情告诉罗素 却当面感谢罗素的救命之恩 酒吧里 罗素远远地看到克尔 微笑地朝这一边招手 但克尔察觉不对 此时酒吧里所有人的脸上都洋溢着笑容 只有一个家伙眼神冰冷 克尔立马意识到 那人是冲着罗素去的 罗素就这样结束了自己传奇的一生 而凶手是八年前停车为世界内人的儿子 仇杀成了罗素最终的归宿 用暴力解决的问题最终也解决了自己 罗素一生给克尔讲过许多道理 只有这个讲得最为深刻且彻底 葬礼来的人很多 有罗素生前的好友 也有帮派的下属同事 然而他们的脸上却不尽一点哀痛之色 更像是参加一场晚宴 谈笑丰盛的人们自顾自的忙于焦急 甚至有人暗自欣喜 毕竟他的位置是那么的吸引人 真的就像罗素说的那样 没有人会真正的在乎 一直到宾客散去 克尔终于有机会跟罗素独处 他要告诉罗素两件事情 这时一个老人出现在了克尔身后 手上还戴着世界上 仅有三人拥有的交付戒指 他知道克尔的名字 但克尔对他并无印象 老人指了指头上的伤疤 原来他就是停车位事件被罗素救下来的车主 他和罗素是至交 现在由他接手这里 并代表会代替罗素照顾克尔一家 但克尔已经打算远离街头了 不过他还有一个困扰了多年的问题 当年是真的为了一个车位吗 在葬礼的最后 父亲居然也过来了 不过这一次他并不是要把克尔带回去 而是要真诚的感谢罗素 而父亲也终于接受了罗素赋予儿子的名字 C 这次影片布朗克斯的故事到此结束 没有任何的结说能代替原片 喜欢的可以去看看原片哦 记得点击订阅加小铃铛 我是冰糖 下期视频见啦 拜拜 拜拜